韩国首尔世界杜皮舞大赛在祥明大学举行 代表台湾参赛的选手表现是相当的优异 总共是获得了个人组的大赏 四金二银一同等多个奖项 学员在上台领奖的时候也不忘记把中华民国的国旗给带出场 借此提高国家的知名度 在这场首尔世界杜皮舞大赛中 来自台湾韩国印度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的好手棋聚 大家纷纷穿上亮眼服装 准备在舞台上尽情展现自己 在中华民国国际舞蹈运动总会率领下 台湾方面也派出二十多位选手前来一较高下 果然历经十二小时激烈竞赛后 台湾选手表现亮眼 其中长发飘逸 武艺精湛的高宇杰获得最高荣誉大奖 个人组大赏 这次是我第二次来韩国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拿了第二名 这次建国一百年我拿了大奖 也为台湾争光 希望下一次还可以来 也跳得更好 这次赛事中台湾选手精锐进出 共获得四金二银 一桶二特别奖 及多项优胜 不管是个人组或团体组统统统有奖 真是风光至极 最难能可贵的是 每位学员上台领奖时 都不忘将中华民国国旗带出场 打响国家知名度 在建国百年的今天的这一时刻 我们拿到了全世界的独特大赛 为国争光 台湾选手这次获奖十八项 不仅为国民外交尽一份力 也无疑是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最佳赫礼 台湾宏观电视黄群 韩国首尔采访报道